傲慢與偏見,看了沒有? 吹震轄正義超人上身 不死呀,快點 最近好像沒有一套韓劇跑出 不是呀,有一套韓劇要傲慢與偏見 其實都不錯的 週市還有11.8 在韓國算是排第一 誰做的? 哦,他們不是今年初和宋志孝一起拍過《急診男女》的崔珍客 和在其皇后飾演大皇后的白珍熙一起合作嗎? 卡士真是不弱的 那套劇是說什麼的? 其實是說崔珍客飾演的檢察官 對抗利用法律和愛心作為手段的壞人 保護清白但無權無勢的人 香港的佔中運動 早前有疑似黑社會人士踩入旺角清場 更有疑似黑警、拖示威者到暗角拳打腳踢 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想有這樣的英雄新章正義 崔珍客已經28歲了,他不用入伍嗎? 原本他真的要9月入伍 但因為這部電影申請延期到拍完才入伍 其實這個角色也不容易演的 他說拍《傲慢與偏見》的時候很辛苦 曾經因為不知道怎樣演這個角色而哭了出來 演講的